福建的井戈原名叫做戈仔 早在四百多年前就随着漳州移民流传到了台湾 历经了三百年的岁月 这古老的民间取义在漳州移民的大本营宜兰 孕育出台湾唯一的本土剧种歌仔戏 早期台湾歌仔戏是以歌仔来演唱历史故事 加上车骨系的表演形式与身段动作 形成以说唱民谣为主 具有小戏形式的宜兰本地歌仔 这种以镇头表演为主 粗具雏形的歌仔戏一般称作 落地扫歌仔镇 所谓的落地扫歌仔镇就是迎神赛会的时候 游行的队伍走到人群聚集或是庙宇前面 以竹竿为城表演区 就地演出情节简单 滑稽灰鞋的镇头式歌舞小戏 这也是歌仔戏最原始的表演形态 这种表演形态的特色是 演出时不搭设舞台 演员没有装扮 也不着戏服 因此又称作丑办 丑办落地扫演出的剧目不多 主要的是陈三五娘 吕蒙正 山伯英台 石系记 雪梅娇子等几出戏 所显现的是台湾托肯时期 民间农村娱乐的原始风貌